本地今天新增6127起冠病确诊率 当中的551起聚合美链检测呈阳 其他的5576起是通过快速抗原检测发现的第一风险病例 再有两个人因为冠病逝世 卫生部网站的更新数据显示 目前有582个冠病患者住院 74人需要输养 9人在加护病房 每周病例增减率为1.51 新增确诊率当中5865起是本土病例 输入型病例262起 目前本地累计病例1467234起